最近,集结了何炯、张若云以及大张伟等明星的真人秀《明星大侦探》第九季强势来袭 深刻现实的节目利益不仅让节目备受讨论,也受到了无数观众好评 与此同时,芒果台另一档爆款综艺《全员加速》中也进入了录制阶段 王赫帝的加盟更是让节目为波鲜火 与肖战、王一博以及李献等人一样,王赫帝也是因为一部剧爆火 与于书馨搭档主演的《苍蓝爵》掀起收拾热潮,他也一跃机身一线顶流 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苍蓝爵》爆火后 王赫帝接连主演的《以爱为营》以及《浮屠猿》等作品并没有激起太大水花 好在王赫帝综艺感极强,不管是在《50公里桃花物》还是在《你好星期六》中 表现都非常圈粉,既能保持曝光,又能收割观众员 而随着《全员加速》中开始录制 王赫帝加盟的消息不进而走 瞬间就引起了大量网友围观 让不少人对节目期待至爆表 通过流出的路透能够看到 《全员加速》中这一期还有苏醒、余文问、王月鑫等人 王赫帝无疑是流量最大的嘉宾 而且,按照粉丝的爆料 这次王赫帝为了准时录制上节目 连续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到达目的地后没有丝毫休息 直接开始录制节目 而且,节目的录制还是在晚上,相当静夜 但是,节目开始录制不久 就有王赫帝因不满自己所在队伍全员被淘汰 在节目现场发火 导致节目重录的消息传出 有网友自称深夜听说 全员加速中刚录制了不到半小时 王赫帝所在队 就全员被淘汰了,录制不了了 王赫帝还在现场发火 疑似输不起导致节目重录 不得不说 如果网友的爆料属实 嘉宾因为个人原因导致全部嘉宾跟着重录 那么确实是耍大牌无疑,过于飘了 王赫帝虽然人气高 但是资历尚且 而且深得何炯提携 怎么都无法让人将其与耍大牌联系到一起 所以,在该消息传出后 大部分人都是将信将疑的态度 都说人言可畏 王赫帝跻身一线后 对家也不少 这次突然被爆耍大牌 跟风黑的不在少数 一时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王赫帝的人品也遭到质疑 虽然在事情发生后 有多个自称是节目组工作人员的网友 站出来力挺王赫帝 宣称重录是节目设置 但是有些网友依旧不买账 有一句话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 很多明星看着光鲜亮丽 但是因人品不过关他房的大有人在 王赫帝一夜爆火 红了后就飘了 确实有可能 或许是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 全员加速中 节目组亲自站出来回应 直言全员加速中 对战绩所有场次的录制均按照节目规则有序进行 并未出现任何网传情况 非常明确且直接 确实 如果单纯为了节目热度 节目组大可以不回应 任由大家猜测 他能如此直接地辟谣 可见对王赫帝的维护 确实 很多流量小声走红后 大多会减少综艺节目的录制 但王赫帝却不一样 不仅经常回芒果台录节目 而且依旧为了综艺效果不顾形象 并没有已经红了 就有偶像包袱了 人品值得信赖 最后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如果这次不是节目组直接回应 想必王赫帝还要继续被扣耍大牌的帽子 未免太冤枉了 希望大家可以理想对待网上的消息 切勿人云亦云 录游戏节目输得太快 网传王赫帝发火要重录节目 被曝耍大牌 王赫帝日前才现身NBA全明星周末 在比赛中获得好表现 引来好评不断 而王赫帝从美国回到中国录制第一个节目 参加综艺全员加速中录影 没想到26日深夜爆出耍大牌的问题 被疯传在现场怒了要重录 同时又传出男星文涛在录影中受受伤 粉丝涌入节目官方微博要求回应 有电视台工作人员机动发文这么能编 怎么不去当编剧呢 各界热议不断 据悉 有网民在26日深夜 在中国论坛斗办 爆料指 在录制全员加速中中时 因为录了半小时就全输 结果王赫帝不爽表示要重录 录前已经在重录 结果有人留言表示 节目不是有循环机制 是全员淘汰才修改 不过现在都在说是一开始就定的 指着就是因为王赫帝要求重录 才修改规则 该爆料贴文传到微博后 湖南卫视工作人员则怒称 能再离谱一点吗 编子一样 这么能编 怎么不去当编剧呢 现在微短剧那么火 快去 结果发文者还说 辟个谣吧 重录是假的 正常的节目设计 你们看节目就知道了 接着 该文便被打上了大大的红色假字来辟谣 此外 有网友还捕捉到作为嘉宾的男星文涛 疑似在录影中受伤 有网民发现 文涛是和医护人员一同走 不过有人反应并伤势没有大碍 没想到 这件事和王赫帝的事件撞在一起 让文涛受伤的页面里 通通都是王赫帝的辟谣消息 让文涛粉丝也不满 怒呛 一点想看的消息没看到 不要在别人的词条里刷存在感 另外 王赫帝的粉丝 因为心疼偶像被造谣 怒在全员加速中 官方微博下方留言洗版 认为节目组对于王赫帝没有尊重 纷纷要节目组出面道歉 王赫帝长途跋涉 回到国内第一个参加你们节目 你们就是这样子对待他的 本来是走合作共赢 既然你们节目组这么 想要这种热度 那就大家都别火 出来道歉 但事情发酵至今 节目单位并没有做出回应 王赫帝录制节目现场发飙 网友 这种行为就是在耍大牌 全员加速中 新一季最近正在录制 有网友爆料 录制过程中 由于王赫帝所在的队伍输得太快 王赫帝现场发飙 要求节目组重新录制 要知道 对于全员加速中 这样一个大型竞技游戏节目来说 重新录制意味着大型事故 造成的损失非常大 如果真如网传所说 是因为王赫帝一己之私 要求节目组重录 那很明显 王赫帝这种行为 就是在刻意耍大牌 就在谣言欲言欲裂的时候 芒果也出来辟谣了这件事 替王赫帝成亲 王赫帝本来就是芒果带出来的 他活的时候 芒果也给他 为了不少资源 王赫帝怎么可能在芒果的地盘上耍大牌 而且他能走到今天 靠的还是他会来事 走红前和走红后的态度 并没有什么差距 业界很多投资方 节目组对王赫帝评价都挺高的 觉得他会搞节目效果 而且配合度很好 虽然王赫帝玩游戏的胜负欲很强 但他也不是个不知道分寸的人 怎么可能要求几百号人陪他重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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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